最近天气不稳定 午后不少区域都下起大雷雨 有网友昨天下午在雷电交加的时候 还意外拍到了超大雷柱 这个画面就像是电影《雷神索尔》当中的场景 让许多网友笑称这是雷神寺的造势活动吗 而气象局表示最近几天对流旺盛 午后除了容易下大雨 也可能伴随雷击跟闪电 提起民众要多加留意 一束超速雷柱 跨破天际 这宛如电影中雷神索尔的场景 竟然在台湾上演 有网友在脸书po出8号下午打雷时 意外捕捉到的画面 让其他网友搞笑回应 这是雷神寺的造势活动吗 像戈吉拉对空喷出电光 还是外星生物利用闪电降落地球了 它是经过怎么样效果合成 是怎么样情形 我们还要在验证 但是最近对流运气发展的旺盛 在强对流中 它的对流运动 会让电子会有分离的现象造成电位差 这电位差造成一段距离以后会放电 放电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闪电 因为南方元系北移 台湾周边水气增多 对流发展旺盛 午后容易下起大雨 也可能伴随闪电雷击和强震风 周三以前环境风场偏东南风 因此花冬不时会出现短暂震雨 周四到周日 东南风减弱 改吹偏南风 东南部会有零星降雨 而在台湾西南侧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在发展当中 这两天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七号台风木兰 往广东海面或海南岛附近移动 对我们是不会有影响的 而我们主要注意到的则是这两天 在大地压带中它的云气会影响我们的天气 不过气象局也提醒 这几日天气不稳 午后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 而没下雨时也很闷热 得同步注意防雨防晒 接着我们的